我们继续我们现在讨论一些物息的东西 当然这物息的东西 你如果认真听的话 可能一些方面来看 也不完全是那么物息 有时候跟我们学术导致非常非常的关键 所以昨天我听广播 因为身体不舒服 听广播一个松鼠会的人 还是什么写的叫什么 叫做做学术语混江湖 很有那个你们可以上网找一找 很多东西是 那我这个物息的话呢 这个 现在没排班好 那我给大家练一练 很多东西 你说是巧的吗 还是病例呢 还有什么东西呢 现在科学解释不清楚 那 现在先说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 心态革命的第一枪 心态革命一般是以武昌起义 对吧 那第一枪是谁打响的吗 以前大家说 说的是这个叫做熊炳坤 是吧 但后来的话呢 这个 一些事实就揭露出来了 这边实际上 还想给大家说的一个事 就是说 有些同学找我 我也是说 你以后要去学一些金石子集 看看一些历史 看看一些这个 包括说伦理这样一些东西 很有帮助 那这也是我四十岁之后 开始才慢慢开始学的 我发现学了这些之后 了解这些之后 我这个 人生又上了一个台阶 以前那真的是太傻了 整天就是跟王寡乌在活动 是吧 就是这边想的算好 如何姐姐算好 所以呢 这个 放弃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那我们这边给大家稍微搜一下 这个已经基本上都被证实了 就是说他第一枪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当时呢 10月10日 大家知道双十节嘛 现在台湾的国庆是双十节 然后呢 陆坚的话呢 这个 第八镇工程师第八营 二排的萧长 萧长是今天的排长 那个陶起胜 陶起胜茶叶 但是发现呢 就是说很多人不在营中 然后呢又发现这个 郑木就是班长金兆龙 还有士兵呢 这个陈兵国 抱着步枪 还拿着子弹 仰卧睡觉 记住呢 实际上经营里面都有些规定 当当时他实际上也有感觉说 有些有士兵可能要那个 要召唤了 所以都实际上都有规定是不能带子弹的 那就就开始这个 就问了就干什么想召唤 然后这个大家知道的金兆王是班长是吧 陈兵国是士兵 本来就是对台长不把 然后本来他们已经计划召唤了 只是时间还没到 他们原来定的是 中秋 但中秋 中秋好像是十月几号 十月六号十月几号 出了点事 没有没有没有如实举行 你们可以去查历史 然后又往后延到十月四号 还是什么 你可以去查一下 我有点忘了 那就说召唤就召唤吧 你能怎么样 然后就打起来了 打起来的话 这个士兵陈兵国来帮忙 但是两个人打在一起 不会没法开枪啊 最后的话是拿着枪把他 把他这个砸倒 然后再开枪 开完枪后的话 这个前队队长这些 这些事务长这些冲过来 冲过来想弹压 冲过来想弹压 结果被他们 承定国历要腔话很好 我先说了 巴巴巴巴巴一个干党了 然后就真的就起义了 这是起义的过程 所以有时候你真的回头去看历史的话 没有什么那么的高大上 没有那么什么士师啊 没有什么那些的 有些东西没有的 就是一个我人事件 或一个什么 就这样上来了 而且当时大家都说孙中山领导这个什么 实际上孙中山当时呢 有有两三个版本 一个版本说孙中山在美国洗碗 这个也很多人承认 有很多的那个 一个孙中山在美国筹资 因为当时孙中山确实在美国 这是事实 那这是关于这个 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有很多巧合了 一巧合的话 如果你从历史来看的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假如说没有张之洞 可能也就没有陷害革命 为什么 因为这个湖北的心经 那这些是张之洞练的 但那个时候张之洞已经不在了 是吧 他练的叫做什么 江南治强经 那再后来就是 如果没有这个 9月7日 就刚才是10月10日 对吧 如果没有这个保禄运动 因为保禄运动什么呢 清廷没有人 只好派武汉跟四川最近 就派武汉的兵进去了 就造成了武汉空袭 是吧 然后还有里面这个 再来一个是湖南兵便 又出了些事 我想给大家 最近很多人 其实有很多史实 其实毛泽东 在湖南的那个新兵里面 当了半年多的兵 毛泽东 而且毛泽东 他花了一些文章 现在也都找得到 但是他建议要建立湖南国 我们都是以现在人看到史实说话的 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实 现在新疆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难解决 你知道吗 因为当时新疆 就是土耳其 突结突结 土耳其那边的 新疆它建立一个叫什么 东突结什么什么国家的时候 当时毛泽东 或者共产党 是发贺电器给他们祝贺的 说就是要建国 我们也建了苏伊安里面 建了什么之类的 所以现在变成这么难处理 是这样一个原因 这是个事实 因为当时他们认为观念是这样 只要是敌人的 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是吧 我的敌人是蒋介石 蒋介石的敌人 没有 我们说的都是以事实 因为我们现在还像 那时候时间不过长 或者还在这个 当地这个朝代上 所以一些东西呢 还不可能去收太多 或者说去那个什么 总会厚人到 总会还历史一个真相 这个意思 这是关于 当这里面还有更多巧 更多的这个 是我不想说 下面说一个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 就是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页面呢 如果你感兴趣呢 这些页面的话 实际上是不错的 就是 而且今天很奇怪哦 至少说昨天吧 不是昨天 前天吧 你上这些网站 这些网站本来是被强的 但今天都不强 不强的话 大家要注意 不要在上面乱说话 因为不强的话 他就是明文的 他这个传说是明文的 你在上面乱说话 就可能会被 会被监视住了 在这边是在这 就是 就是成功写的一些 随机性的谬误 那我其实我 我建议大家有些东西 读一读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 教学体制的话 有一个特点就是 只注重科学基础 然后对人的这些 生理啊心理啊 各方面有些东西的话 很切滑 这样我们造就出来的话 以后 很多这个这个 很多切线 那这边就说了 就说 优秀与卓越的差 我们先说就是随机性 他是说几乎每一个 卓越的成功人士 都有些随机因素 这点我也是承认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他说以比尔盖茨为例 那比尔盖茨的话 他读的是西雅图住民的私立学校 叫雷塞School 那雷塞School的时候呢 他那个时候 学校就配备危机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 美国很多这种私立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 这些学校 实际上是走在大学前面的 他们这个协会很高 但里面有很多人是 非常有那个 非常有那种前瞻性 跟那个什么之类的 这个意思 还有就是说 实际上想给大家 大家说的就是说 我们这件不展开 就是说贵族贵族 实际上全世界推动的 科技人文进步的 贡献最大的 应该归功于贵族 这个我们以后再给大家展开 感兴趣的来 所以他毛泽东说 这个人民是什么历史的动力 那也没错 但是他对这一些的话 你没换吃的话 能去搞这一些吗 好 然后呢 这个 当时美国配备危机的很少 然后呢 因为这样 比尔盖茨临上了边城 在这里的话呢 比尔盖茨认识的保罗 艾伦 他俩呢 就跟我跟王管卫一样 都是喜欢这个边城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盖茨进的哈欧大协 大家知道他错协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保伦的话呢 他也是读完大就会写 他去哈尼维尔工作 哈尼维尔这公司的话 我明白 刚才说到王管 实际上我大协一年级 就接触了 就是哈尼维尔的大型机 所以使我这个这个 我那个时候的生命啊 就是以基石来计算的 不骗大家 就是我迷念电脑 迷念到这么程度 以基石来计算我的生命 所以我浪费了几个基石 然后呢 他这个工作程序在波士顿 结果呢 又跟盖茨碰面 大家知道 普林斯顿在波士顿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艾伦就手勇 开始退写 他还真的退写了 然后呢 他们就开始 这个搞这个 PG 这个操作系统 就上起来了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国情不同的 他们比如说是在车库啊 或什么之类的 要是在中国 也起不来 中国呢 你必须说你注册一家公司 要有办公地点 要什么什么 反正要很多东西 你这车库是不行的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 这个 土壤 气候跟现实 就是这样一些事实 然后你看 就是说 一 读中学 认识煞 二呢 如果没有那条危机 他们两个也碰不到一起 那如果没有退协 也碰不到一起 如果不是去这家公司工作 也碰不到一起 然后呢 怂怂他退 就是这么多这么多 一连串的东西 当然就是比尔盖茨的成功的话 再给大家说一下 你不要看他写法律退协 但他法律抄你玩 大家知道他起家一个DOS DOS操作系统比尔盖茨 一毛钱实际上 关系都没有 不是他编的 不是他弄的 他实际上 买的是另外一个系统 叫CPM 这家公司 有个另外一个人 开发的东西叫CPM 他改名叫DOS 磁盘操作系统 然后他一下把它买断 相当厉害吧 50块钱还多少就搞定 然后打官司还打不过他 这是他拟雾的例话 当然就是说 另外一些关系的话 要记住很多东西 还有一些东西叫外延 这个现实世界呢 就是这么的残酷 实际上比尔盖茨妈妈很厉害 他为什么能跟IBM公司 你要知道当时的IBM公司 是全世界最顶零的公司 70年代 如果说一个工程是从IBM公司来的 大家都是有点一张头 要看一看是什么 长什么样子的感觉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 IBM公司 IBM公司流到什么程度 是他的公司的一个员工来的话 大家都要警仰一下这种感觉 这是事实 不是我那个编的 那他怎么 一个刚成立的小公司 只有两个人还在车库里面 可以跟IBM公司搭讪关系呢 实际上是他妈妈相当厉害 我们这个不想说太多 以后你们可以去看一些这个真正的事实 没有这样一些东西的牵线或什么之类的 也是成不了的 因为那么大的公司 基本上不会乔 基本上 不会接见你这种这个是吧 两个凑鞋的大学生 两个那个什么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个也都是事实必然的 所以说你好到哪好到哪好到哪 人家也不知道 是吧 东西也没出来 所以很多这样一些东西 这也是一系列一系列的那个 因言巧合 这是关于随机性啊 跟成功性啊 所以大家要那个 要 要了解的一个 那再下来就是说 这个呢也是在这边有的 我再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这个的话那是这样的 就是说 随机性 有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 这是 大家在说这是谁的演讲 就说我设想一场全国性的抛硬币大赛 我们假定前美国 当时只有这么多人 现在美国见面上亿了 然后每天早上起来 就来抛硬币 那就是第一天 大家都手上拿出一个硬币来 然后如果你 都要拆硬币的正硬币 如果错的话 你就要把手中的钱交给 没有猜错的人 那这个是怎么 每天都这样做 这是什么做法呢 就第一天 2亿多人 抛硬币 第二天就剩下1亿多人了 对吧 然后第二天的那些人的钱呢 还是2亿多 记住输的人要把钱交给赢的 对吧 然后这样联系呢 联系经过这个 20天 第10个早晨 就是2的10次方 就是赢的人呢 每个手上有10 20个 1020块 各硬币 对吧 然后联系再进行到20天 20天的话 就是2的20次方 大家知道这就相当一兆了 对吧 就100多万多一点点 对吧 刚才是2的10次方 是1024 1024再乘1024 那这样呢 每个人呢就有这个 100万美元 就剩下250个人 20天之后 因为200乘以100万 刚刚就2亿 那他再说了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纯随机的 大家没有作弊的 但是呢 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时候 这些赢得 这些赢家 完全沉迷在自己的成就中 他们开始住宿利收 我每天如何 早晨工作30秒 并在20天之内 一下子变成100万美元的 百万富翁的 更糟的是 他们会在全国各地办 培训办 先生如何有效的抛应币 那这种东西 就是说 如果乐威这事不可能 他该如何解释呢 为什么不是你呢 实际上 那个 这个是巴菲特的演讲 巴菲特那在1984年 巴菲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他是回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演讲 那他里面提到一个人 就是这个政见分析的这个人 他的作者叫做什么来的呢 我看一下 我们再 给大家浪费2分钟 给大家看一下 他刚才说的这一段在这 对这个政见分析这本书的作者好像叫威廉什么我给忘掉这边没说记住啊我们金融学有个人获得到贝尔奖叫做 就是马克维之后的洛贝尔奖 当时人家也是叫他看这本书的 你看1986讲50就1934嘛 马克维之是1952年划的文章 1991年的洛贝尔奖 所以这边也给大家说一下 明显德洛贝尔奖特别是经济学的一定要长硕 基本上都要四五十年 所以刚才说的那个T 让他足够长 那下面有个分析 大家看这些分析 这个 就是说你要如何排出这个随机因素的干擾 这边一些分析时间关系我这只戳戳一两点 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其中的四只猩猩来自于某个动物园 那必然有一些蹊跷 一些这个 其他因素 那会是什么因素呢 下面比如说一个例子 这个 比如说或许有一百只只是模仿某一位极迹收益的领导者 所以他妈妈那个地方就出现了一百个人 都是赢家 为了实际是这样的话 实际上的样本只有一个 是不是 然后下面很多这样一些 类似这样一些一些分析 或者说他 你们看吧时间关系我不想挤太多 里面一些东西讲的很 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是关于这个随机性的 时间差不多我们再最后讲一个简单的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的话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 我们知道像美国一些节目为什么我们爱看呢 这个是给大家说的就是说 那个江泽宾在当总数据的时候有一次安排是采访 这个采访呢是大名鼎鼎那个叫什么叫做 华莱士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国内的一个报道 正式采访安排在八月十五的下午 双方都有四天的准备时间 美方现场勘探非常精细 他们用28支温度计测量四列温度 以确定现场射光 华莱士对江泽宾的七五眼镜了如指掌 我都不知道江泽宾有七五眼镜 然后他建议他戴那个 窄边的戴眼镜效果会更好 然后呢 美方基主的人发现采访师的椅背很高 拍成画面会有障碍 所以呢 当天就叫木工把椅背改地 那中方退场后人家干了什么事 我想说的很多东西 包括你以后要做研究 或者或者在协计过程中 要记住很多东西实际上细节会随定成败 或者说你一个东西出来 比人家优秀 实际上有时候就细节差这么一点点 还有很多 你关注细节 你一些观念就会改变 你对一些东西的认识就会改变 因为你把细节抹掉了之后 你的认识就不一样 那下面这个例子的话呢 比较长 就是说一个呢 你们可以查一下这个叫做八千马带事件 八千马带事件 看一下在哪边 八千马带 没有 马带事件是在百度上有的 八千马带事件 我就不想说太多 你可以去看看 就是这个八千马带事件 因为现在呢大家都说什么 这个当时这个主流历史书还这么写 但实际上很快我相信就会被荒板了 就是当时呢是什么 我们在清末的时候呢 有那个什么叫做 有那个叫做什么 保皇派跟什么这个 跟立宪派还是什么之类 是吧 跟改革派 然后呢 以这个康有为梁启超那些人的那个什么 实际上最后你发现 历史是假的 因为后来大家写的历史都是根据康有为来什么的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把大家这个看一下吧 这个 这边给大家练一下 这个 首先八千马带那个东西是什么呢 给大家说一下 那是清朝的所有宫廷的大类档案 也就是说 朝廷做了什么事 有哪些圣子 有哪些东西全部记录在那 然后呢 这个八千这个马带 他被卖来卖去卖来卖去的 最后又卖回国家了 那现在的话呢 有几段给大家稍微练一下 这八千马带现在编成这个兜万件的档案 其实被利用的特别少 现在研究生博士生每年都在增加 光每年生产的近代都是好几千篇 但是呢 就是说 而且现在呢就是说 去档案馆的话 还可以免免费吃喝还是什么之类 但是寒暑假来的时候呢 那都是日本人 就是我们中国现在都不去看 实际上半年才真正是这些史料 史实 但我们现在都是根据小说 根据什么 包括说这个鸦片战 那个甲午战战 那些一些史实 现在都开始在翻出来了 以前那都是根据英国人写的小说 谁写的小说 因为那个英国人 当时在中国市场排挤了 所以他这些东西就把一些正面人物写成广面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因为后来一些人的子孙还在 明白这意思吧 还有关于这个 我说个事实 某个学校的党委书记 跟我关系还不错 他就给我讲 当时就是邓南都写了一篇回录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邓小平吗 他说里面有钱的东西 我人都还活着他就敢瞎掰 他就把他老爸跟那个去那个什么这个 去那个什么什么师大 北京师大那个时间跟那些东西全部颠倒 我就不说了 反正这个现在一些人活着的一些人都敢这样那个 那现在这东西有这样一些记录 你查了一些就会发现实际上他是这么做的 他这个康有为策略很高明 他给外国人讲这么一个故事 说中国分争两种势力 第一种势力叫做慈禧是恶魔 第二种势力是光熙是神仙 是光明伟大正确的力量 所以他给自己留下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一他解释呢 为什么国家祖国恨我 第二呢 为以后东山战争留被空间 还有海外筹款的 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骂清政府骂他越厉害 他这个就越出名越那个什么 那实际上大家看到没有 到1919年清政府实际立宪改革 这个中国国运非常不好 如果立宪下来的话 我们现在也不用再喊什么 维护宪法尊严了 是吧 现在喊着喊着 然后把律师抓进去了 那这个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后来的话 这个另外一个人就比较聪明 就是这个窄蜂 慈其死完后 窄蜂很厉害 窄蜂呢就吸取了慈其太好经验 他对康的政策有两条 一我不罢你 二我不理你 所以呢康以为那些人就 没有地位了 那这边有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到底真理是谁的孩子 因为那些资料都炸 就当时的这个朝廷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些资料比去看 人家都有记录有那个什么 不是 不是开尾说的 我们后面的历史都采用他们 可是一变之词 这个意思 那时间关系我们就 今天就讲到这 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